就是先回顾一下 就是上次我们讲了什么内容 就是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这个 在part里面的一些基本的 就是做运算呀 加减乘除啊 然后 这如果是做加减乘除的话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变量 这就是一个 这个比如说我们上次见的 这个random number 这个是可以储存一个字符串 像这种hello world 或者是三加语号 也可以储存 数字 像如果是直接把双语号去掉 就是直接储存数字 同时呢 如果我们是数字的话 我们可以做加减乘除 然后呢 如果同时呢 我们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多个 呃变量 想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放在一个一个这个variable里边 就是数字 就是叫array 那这样的话 对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个数字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数字呢 首先是计算它的长度 这个长度呢 除了就是如果 除了这边我再延伸一下 就是数字 首先我们对数字进行延伸 就是说如果我们 有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进行什么操作 就是数字 如果假设我们有一个数字叫做 array 就是这这两 这今天我们还是focus在这个part的编程上面 就是可能会听起来比较枯燥 但是呢就是相当于是这些是一些基础 就是如果你必须了解这些基础之后 你才能就是说 呃 进一步的就是往下走 知道吧 比如说你要可能要 这就是我之前就最开始给你讲的 就是说 要突破这种 呃算是一个瓶颈 就是说 你要把这些基础的知识 非常枯燥的基础知识先给掌握 掌握之后 我们才能用这些基础知识 才能去处理真正的数据 ok 但是我会尽量的就是用实际生活 就是实际 可能真实数据中会用到的一些实例来 呃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 呃全部都是实例 那 我们先 呃自己写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们 呃我还是就是说 呃从一开头写 就是如果你要写一个 写一个part程序的话 就是我们首先基础的 就要有这些基础的信息 就是 呃 use warning use strict 这边我写错了 不应该是 呃不应该是python 我这边写的后缀是python 如果你写后缀是py的话 就就告诉你说 ok这是一个python的程序 如果你这样的话 他就他就会 你如果写的part代码 他的颜色就会跟你这个预期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如果是 在在python里面这么写 就是写这个 警号开头 他就会以为他是一个 就是警号感叹号 他就以为 认为说你是以警号开头的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认为是一个 comment 是一个注释 所以他整个这边都是 这个蓝色的 如果我们是真正在part里面 就是以python结尾的时候 linux他就会自动词别这个后缀 然后当我们在写这个呃 程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边写一个testarray 这边写个呃 呃这个警号键感叹号 然后他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呃 这是你的part 基本上就是这西邦line 就是说他你这一行的line 就是告诉你你的part 执行part的内容 是这个part的程序 这个part的这个 part的这个命令是在哪个路径 ok 所以我如果是这边就是这样的写的话 你会看他是粉红色的 当然你用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你是用文本文呃 文本编辑器去编辑的话 比如说像那个notepad 或者是其他一些文本编辑器 他可能颜色会有不同 这个你自己注意一下 就是说但是总归就是说 他会有这种颜色上的difference 呃为什么要有要有颜色上difference呢 就是说这样的话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呃 vi里边他有一个syntax color syntax 就是说这样有助于你去编程的时候呃 不容易出错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现在有一个array 你就会他就会呃这个array本身这个 array这个变量名字呢 他就会是一个有点这种偏降蓝色这种颜色 然后你一看到知道 ok 这是一个变量 然后你如果是一个就是这种字符串的话 基本上就红色 或者是字符串 或者是你的数字的话 你就是红色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呃随便 我们array的话就认为是就变成一个 我们还是以gene expression吧 gene expression 假设这是gene expression的呃这个信息 ok那除了我们做循环去做对这每一个进行加减乘除之外 或者是去看他是大于还是小于之后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对于数组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其他的操作呃 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就是呃 之前已经讲到我们可以去拿到他拿他数组的每一个元素 就比如说你想拿第一个元素 我们讲呃print first element 他是 什么呢firstelement就是他的零号元素 这是可以print 就是说你你你用这个index呢 可以去看到他这个 呃 去拿到他对应的想要的想要的这个元素 比如说这是firstelement it one ok这是你就是说accessing an element 呃就是说你去拿到对应的位置 去拿对应位置的元素 那呃我这边再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如果之前我们讲到如果你是想拿他的lens的话 lens of array lens of array lens of array呢直接就可以是呃之前我们讲到如果是你这个lens你可以怎么拿的话直接就等于这个你用一个scalars variable就是我们这种叫做呃英语里面叫scalars 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元素的话这种就叫做scalars variable那如果是你想一个scalars variable直接等就是你把这个速度直接付给这个变量的话他就part里面他就默认是说你想拿这个速度的元素的个数 ok那你这边是直接就是说可以这么写 这边基因是没有的 所以这边就是说呃我就在强调一下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error message 比如说我现在运行这个程序了他现在有一个呃呃呃有有一个报错 就是说global symbol at gene这个 gene这个array requires explicit package name 然后他问你说你是否忘记去declare这个这个变量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会这种是告诉你啥呢 他告诉你说ok你现在有一个基因这个变量你没有mai 看到没有我有一个新的变量的时候我都有mai 这是为什么会出错会报错 就是说我用了这个use strict和呃这个w 如果我们把这个给屏蔽掉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就把这个不要了 不要了之后呢 你你就会他他也不会报错看到没有他也不会报错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假设你现在这个地方的lens想要的是你这个数字呢 但是你由于你的typo你这边是一个typo假设你这边是一个typo 你把它你拿到这个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你没有声明没有declare没有声明的时候他里边就没有元素 没有元素的时候呢那你当然就是零啊所以呢你以为你拿的是这个但是因为你这边有个typo有个书写错误 结果你只要拿到的元素是这个所以你就会出现计算错误 同时呢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报错了你以为就是说你可能会以为你是正确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加这个呃 dash w 后面加这个dash w 这边加这个use strict这么重要 就是说他会避免你呃就是出错就是说尽量避免去帮助你去揪错 这里面就是讲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你要用这个use strict的use warning 实际上这个dash w 实际上这个dash w 它一定知道你也可以这么写use use warning ok 这两种写法的都是都是可以的只是我我通常的习惯呢就是说呃我是喜欢直接就是这边写一个dash w ok 这个取决于自己的一个一个呃 个人的习惯 然后呢 那这次说为什么要用为什么要用use warning and use strict 那这边既然我们报错了那这边我要把它改过来就是说我实际上是想拿的是g expression的 ok 这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拿到他的lens lens 3 这边可以看到lens 3 那的确我们这里面有三个 那呃除了拿lens之外呢就是说呃 除了这种写法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怎么写呢就是说另外一种写法就是说 另外一种语法去拿他的lens就是这样的 那我就把这行注释掉 ok 那在做注释之前呢我先不注释我们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说他会 不注释的话他也会出现一个他会出现一个报错说你 my variable length must earlier declaration in same scope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我你这你这边有一个你声明了declare了一个变量声明了一个变量 叫lens 然后你后面又声明了变量 这就是另外一个纠错机制就是说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你如果是一个type 你本来没有这个变量然后你现在因为你书写错误你认为 你有这个变量 那可能如果你不用use warnings或者use strict他会出错 出错另外一个出错 纠错的机制就是说 你已经声明了个变量 结果这边有可能你比如说你这个变量是想做另外一个任务 但是呢 你somehow你就把它给了给成了一样的名字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没有use warnings unit strict你也可能会出错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地方就 想储存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那你结果这个地方 你就可能会 可能会 把原来的一个变量给覆盖了 所以呢我们把 就是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用这个 use warnings and use strict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注释掉 注释掉之后呢 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地方呢 他会给出lens of array是 呃这个 是2 那 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就要比较比较trick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呃这个 $仅号键呢 他给出的是你的 呃 是你的lens 就是你的速度的长度的 呃减1的这个长度 所以你这边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加1 这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所以通常来讲对于我来讲我不太用这种方式 我一般就是直接就等于这个变量这个速度直接等于这个lens 好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他的lens 那除了拿lens之外呢 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基因表 新的基因表 比如说我有基因表 这个new new gene 一个比 等于 比如说20 那我想把这个这个new gene 应该呃 表达量放在这个速度里面 放在他的结尾 我怎么做 那我就可以去 push push就很容易理解 也就是像你把它把某一个东西push到某个里面 但是呢他这个 呃 语法呢他是说 push某一个东西这个某个东西是在最后 比如说我这边是 这样的写 那我再去 呃 我再去用这个lens的时候我再去这样这样做的时候 把拿到他的lens这个地方我就不用mai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变量所以我直接把原来的变量给覆盖掉 嗯 这中间你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就是说我可以停下来 告诉你 就是说你看本来我是 速度是3 我这边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 array new array 就是说这其实上这是另外一个东西我要说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print这些东西就是你在自己写程序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些print的信息去 debug 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些print的信息去看说你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实现了 就是说 这样这样的话是你就是说你用肉眼去看到说 呃 你做的东西就是你的代码实际上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去验证就做test的这么一个过程 OK那我这行应该是写在push之前 我再把它放在这 就是我要把oldarray打印出来 就是说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在vi里面的话你退出键 我们想如果是你是insert之后 你退出 退出之后呢 然后 把你的光标到移到某一行移到某一行之后你点鼠标上dd 就能快速的把这行你删掉 就这是一个快捷键 然后保存 wq退出 退出之后我们运行 运行之后我们看到是oldarray是 130 然后newarray是因为我们push了个20进去 所以呢他现在变成一三十二十同时他的lens也增长了 OK 这是push push呢就是说 除了push一个 一个 scalar variable 你也可以push什么呢 你也可以push就是说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new array new gene 呃 expression array 这个array呢 他是 呃等于比如说 呃2 5 那 我我能不能直接push这个array呢我们来试一下就是说 我们还是一样的把这个lens的拿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我再讲一下另外一个拿这个lens的方法就是说 scalar scalar这个数目 这个实际上就是 我们之前遇到的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这种形式的简写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实际上你是 应该是 应该是这么去拿 就是说完整的语法应该是这样去的 OK 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去打印一下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本来有个速度是130然后我们push了个20进去然后变成4 4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又push了个25 现在变成6 OK OK 那这就说是 不断你能 不不断你能push一个 呃 一个scalar variable你也可以push一个array 那 除了push之外呢 呃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那那你可能会问如果我能 我能不能 呃把它把它就是说 取取某个元素把它去掉某个人如果你想去掉某个元素 怎么做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二我想把最后这个元素给拿掉 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怎么做这样的话是除了push我们还有一个叫做pup 如果是 我们拿最后一个元素就是 last element 就是声明一个叫做last element equals equals是什么呢pup pup这个 gene exp 呃 expression的这个这个信息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拿到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在同时呢把这个 new new array呢也打印出来我们看看有没有new array有没有变化 就是说你有的时候 这就是你去试你的代码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去 你你实际上我们讲 呃如果我们用别人写好的程序你就写个 呃就是乱一个common line就够了但是通常我们自己写程序的时候 你就要做非常多的test的去test的说你想要的你你在代码的写的是不是真的是 呃实现你的想法实现你的这个 你的算法我们来讲简单来说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 我们本来有一个六个元素的数字 然后我 pup之后呢 我拿到的最后一个元素是5看到没有 那 你拿到之后这个pop完之后呢你因为你拿掉了最后元素当然我们就只剩下了一个元素 OK 那除了除了这个拿最后的元素之外呢 呃你可能会问说如果我想拿第1个我怎么拿 第1个拿第1个呢 第1个呢 也也有方法拿我比如说我想拿第1个element 第1个element呢就是shift shift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 也是一样的shift的这个 基因 基因这个 expression这个速度 完了之后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这边改一下就是说 我是firstelement 然后呢new array after shifting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拿到的是什么信息 看到没有 我们从这开始firstelement 这就 这边我们看一下我这边没有改 就是说 这就什么是debug 就是你要去看看你说你拿你的 这边我们firstelement5但是我们实际上firstelement是1 那我们就要回去看看为什么 那实际上这边就是说因为我这边没有改 没有这边不是lastelement 这边是firstelement ok 那这边就符合我们的预期 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有6个然后去掉最后一个 然后拿第1个第1个是1 然后剩下的就是只剩下4个 对吧 那 这是 pop push pop shift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是想从这个 呃 插入一个元素我们讲pop实际上是往最后在最后一个插 然后如果你想把它插在第1个 那你怎么做 插在第1个也是有办法就是说除了这这一个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叫做 呃 呃100我们叫 那你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 unshift的跟那个push的呃语法是一样的就是说 是一个基因 dxpr 然后呢我们去把这个基因 dxp r1 我们一样的道理我们去把这个 new array after unshifting 我看里面是什么内容 看到没有本来我们是有一个4个的 完了之后我们unshift之后呢就变成了 5个然后 同时呢他这个 呃 他这个100呢实际上是加在这个 呃4个元素中间 就是之前 就说 这是 你我们可以对这个数组进行这么多的操作 实际上我们还有 更多的操作可以 进行这个 还有更多的操作但是 这是基本的操作 而且还有一个告诉大家就是说实际上这个 pop呀 shift还有unshift实际上用的不多用的最多呢就是 push 但是就是这些你也能够你也要理解 sorry就是有人在问问题吗 呃 行那我就记忆去往下就是 这是这个速度的操作这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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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